一刀竖命,报应加倍 在乡下,有一位名叫阿辉的土夫 他上游两位哥哥 可不幸的是,他们兄弟三人都有残疾 一哑,一忙,一博足 两位哥哥,你们怎么来了? 三弟,我们有些话想要对你说 哥哥们,快进屋里吧,我们屋里面说话 你们看,阿辉兄弟三个人真是不幸啊 竟然都有残疾 是啊,他们家怎么会这样倒霉啊 兄弟三人竟然都罹患天生残疾的不同疾病 你们不知道吗 我听说这都是他们父亲年轻时造的业 所以他们兄弟三个才遭到了不幸的 遭到了不幸是因为造业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听说阿辉的父亲年轻的时候经常喝酒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回家睡觉 结果院子里的老母猪哼哼地一直叫 吵得他心烦 于是,阿辉的父亲拿着一把刀 将自家院子里那头已经怀孕的老母猪 猛散了几刀 其中一刀砍中动脉 那头怀孕的母猪就这样倒地抽搐 流血而死 他肚子里的那窝猪仔也因此毙命 哎,真可怜了那一窝小猪仔呀 是啊,他这一刀不止杀了大猪 就连那几只没出生的小猪也跟着受灾倒霉 倒霉的何止是这些猪啊 倒霉的还有阿辉的父亲啊 他从此便种下了祸根 接连生了三个残疾的儿子 难道这是真的吗 他们兄弟三人都身患残疾 真的是因为果报的缘故吗 是啊 果报真的会这么厉害的 我也相信是造恶业得果报的原因 所以阿辉的两位哥哥现在都以心向善 他们的儿女都健健康康的 可是阿辉呢 选了当屠夫这个杀生的行业 结果现在还没有一儿半女 这难道不是遭报应吗 是啊 你们两个也有三十好几的人了 该生个孩子了吧 两位哥哥 我们也不是不想要孩子 可就是一直没有消息啊 是啊 我们也去看了医生 可是却一直没查出原因来 我们正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 阿辉啊 你知道我们兄弟三个为什么会这样吗 我们这是遭到了因果业报的 难道你们说的果报 是我们父亲当年宰杀了那头怀孕母猪的事吗 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说 这事怎么能够当真呀 更何况这世上怎么可能有果报呢 啊 大哥 你别着急 三弟 因果报应 你可不能不信啊 当初我们的父亲犯下了那么重的罪业 所以才导致我们兄弟三人这个样子 我和你大哥 为了弥补这深重的罪业 所以一心向善 经常参加放生法会 广积善果 所以都有了儿子 可是你呢 却选了屠夫这种杀生的行业 是啊 阿辉 人家都说杀生罪业非常重 为了我们的孩子 你还是改行吧 啊 难道真有因果报应啊 阿辉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你转行吧 是啊 三弟 放下屠刀 为时不晚啊 好吧 从今天起 我就不再做屠夫了 嗯 从那天起 阿辉果真放下了屠刀 半年后 他的妻子竟然怀上了身孕 阿辉 你马上就要当爸爸了 还要过一段时间呢 这才六个月呢 阿辉 阿辉 这段时间 可要好好照顾你老婆啊 啊 那是当然的 阿辉 夫妻两人 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孩子 现在 现在 他妻子终于怀孕了 真是大喜事啊 是啊 这都是因为阿辉放下屠刀的缘故啊 过去他一直杀生 所以才遭到了果报 现在他开始向善 因此也得到了善果 看来真是善恶有报啊 前面要转弯了 你要小心一点啊 我没关系的 不过才六个月而已 哪里需要这样小心啊 哎呀 怎么突然跑出一只这么凶的狗 吓死我了 快走开 你竟敢吓我老婆 看来 我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是不行的 还想跑 我看你往哪儿跑 算了 阿辉 我们还是赶快回家啊 算你走运 下次要让我遇到你 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老婆 你在家休息吧 我去田地里除除草 嗯 好的 你早去早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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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只可恶的狗 上次没有教训你 这次还敢跑出来 去死吧 我看你还敢不敢乱叫了 呸 活该 转眼间 阿辉的妻子 到了分娩的日子了 怎么还没有消息啊 真是急死人了 三弟 你不要太着急啊 狗 大黄狗 啊 怎么回事 你院里怎么会有狗啊 是啊 医院里怎么会有狗呢 医生 刚才怎么回事 我的孩子生出来了没有 哎 你的孩子 腰折了 啊 腰折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啊 三弟 你不要太伤心了 我相信你们以后还会再有孩子的 啊 啊 又过了一年 阿辉的妻子又将生第二胎了 这次的情形完全和上次相同 他们的孩子又一次夭折了 为什么 我已经不再杀生了 为什么上天还要惩罚我啊 自从你不再做屠夫后 弟妹就怀上身孕 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孩子无法来到你们身边呢 我看你们说的什么因果报应都是假的 我已经不杀生了 可是为什么还是这样的结果呢 对了 弟妹这两次进了产房以后都说有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对啊 老婆 你怎么一进产房就说里面有狗啊 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产房里看到有一只大黄狗 它的样子好凶 可是医生和护士都看不到那只狗 这里是医院产房 怎么可能有狗啊 你不会是痛得出现幻觉了吧 我想医院里也不应该有狗 可是我当时真的看到有一只大黄狗 它一直恶狠狠地盯着我 好像随时就要扑过来似的 这该不会是那只大黄狗来讨债的吧 三弟 你告诉我 你有没有伤害过一只大黄狗 难道 难道真的是那只大黄狗来讨命债了 阿辉 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 哎呀 我说这只大黄狗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它不是我们曾经在村子里 看到的那只怀有身孕的狗吗 阿辉 你把它怎么样了 我把它打死了 三弟 你怎么能这样做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你杀了代产的黄狗 它不甘心 要你们一命抵一命 先要回小狗的命 最后还将讨回自己的命 到那时候你们一家人 可都要将命全赔进去啊 阿辉 你怎么能这样做啊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二哥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你现在应该每日诚心忏悔 并从今往后真心向善 多放生护生 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谅解 两位哥哥 你们放心好了 我立刻照你们说的去做 从今往后 我绝不会再杀生了 从那天起 阿辉按照二哥所说的方法去做 果然得到了黄狗的谅解 事后 他的妻子也平安地 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 你怎么办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